怎麼可以吃兔兔 兔兔那麼可愛 那怎麼可以抄襲西日 抄襲西那麼可惡 隨堂自創的服裝品牌 九日爆出抄襲芝林姐姐 新婚隔天穿的黑白洋裝 有圖有真相 就讓各位看官自行判斷 出了腰帶其他部分相似度 應該有87% 我也覺得看不太出來 小編唯一看得出來的 應該就是智林姐姐 神上一宿 可以抵八件隨堂品牌的洋裝吧 至於設計不犯 小編想了又想要猜了又猜 決定讓專業的來為各位指點迷境 於是蘋果新聞網 詢問官方客服後得到的回應是 微群室與各種荷葉設計元素 這幾年一直是品牌的主要設計理念 此次消費者提出的一率 並主要在於 畫布色系的雷同公司 除了提供這幾年的設計圖稿 來輔助說明設計理念的延伸之外 未來會更小心留意 於是品牌負責任張先生 拿出了從2018年開始 像是微群室袖子荷葉設計的圖稿 來回應這次的超級風波 並表示未來設計的款式 依然會保有荷葉及綁帶的元素 娛樂東新聞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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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